找了兩隻鷹立格的金鋼皮帶款 當然是自動錶、D-Day和D-Day 一隻我覺得如果金鋼來計算是非常便宜 另外一隻如果金鋼來計算是不算貴 為什麼呢?一隻是5,000多元的定價 另外一隻是6,000多元的定價 如果說size來計算 兩隻錶都是算大馬的 如果以皮帶斯文錶的風格來說 而這隻水泡圈是42尺寸 另外一隻是41尺寸 都是透底的 機身看到的也是一個黑色、紅色的Slitter D-Day雙人力 到了一個玫瑰金的版本 除了一個圈之外 你可以看到裡面的指針 三支來計算 以及全部的時釘 都是做了同一個玫瑰金的色調 看完那隻水泡圈殼 看看這隻朗格系統 這隻指針色 以及殼型的邊邊位也是富有特色 如果跟同級瑞士的入門天梳Middle來說 這隻的殼型也是挺有趣的 皮帶跟一個兩邊彈弓的蝴蝶接扣 其後你自己再配帶或者用針扣也可以 我個人來說 我覺得五千多元那隻 標盤比較簡單 並且我喜歡它的一點 就是一個很尖長的時鐘黑道 但夜光只有右邊那隻 雙日曆才有 今天就是這兩隻 金鋼、皮帶、鷹勒 將